We have an all new battery pack And then something we're really proud of Is the new carbon sleeve rotors for the motor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埃隆马斯克近日的举动 无疑给整个电动汽车行业 带来了一场颠覆性的变革 一场看似平常的科技发布会 其深层意义却是向全球所有汽车制造商 发出的严厉警告 这次变革的核心并非仅仅在于 更卓越的电池技术或更前卫的设计理念 特斯拉最新的引擎创新 或许已经使得其他品牌的电动汽车 瞬间显得落后 它更为轻巧更为智能化 且能效达到了惊人的水平 特斯拉是否即将迎来 其发展的巅峰时刻 其他电动汽车品牌 又能否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 屹立不倒 或者这是否预示着 其他电动车骑走向衰落的开端 敬请持续关注 我们对这款全新引擎的深度剖析 我们将揭示其背后颠覆性的创新之处 以及它已经在汽车行业内 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从初创梦想走向全球威胁 在全球加速迈向清洁能源的大趋势下 电动汽车因为已不再是 鲜为人知的新奇事物 而是演变成一股 重塑市场格局的强大力量 在这场变革中 特斯拉无疑扮演着领军者的角色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 没有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市场 但特斯拉的征程始于2003年 当时这个领域还鲜有人关注 那时大规模生产电动汽车的构想 在许多人看来仍是异想天开 创始人马丁·艾伯哈德和马克·塔彭宁 坚信电动汽车能够与燃油车相匹敌 但汽车行业普遍认为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尽管他们早期的宏伟目标显得大胆 但直到2004年 埃隆·马斯克以投资人的身份加入 特斯拉的发展轨迹才真正发生转变 马斯克不仅仅是一位资金提供者 他所怀揣的远见着实 不仅彻底改变了这家公司 更颠覆了整个汽车产业 通过投资 马斯克成为特斯拉的最大股东 并担任了董事会主席 这使他掌握了 对公司发展方向的强大影响力 凭借马斯克的资金和宏伟蓝图 特斯拉于2008年 推出了其首款纯电动高性能跑车 Royster 尽管这款车型是基于莲花汽车的底盘打造 定位也相对小众 但Royster却证明了 此前所有电动汽车都未能实现的可能性 电动汽车可以同时拥有速度 时尚的设计和强大的吸引力 这一成功标志着特斯拉正式登上了 全球汽车市场的舞台 然而就在那一年年底 创始团队悉数离开 马斯克全面掌控了特斯拉 将这家公司从一个充满希望的初创企业 转变为一个颠覆行业的象征 自此以后 他以其创新和富有远见的领导风格 不仅致力于开发电动汽车 更力图改变整个制造业的模式 真正的转折 点出现在2012年Model S的问世 这款豪华轿车搭载了当时最尖端的技术 支持空中软件更新 其性能标准迅速成为整个行业的标杆 Model S不仅仅是一辆汽车 更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随后推出的更亲民的Model 3 豪华SUV Model X 以及极具未来感的Cybertruck 每一款车型都进一步巩固了特斯拉 作为创新者的地位 而支撑这一切的 是公司始终如一的强大工程实力 和软件优先的发展策略 这使得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从最初的创业公司到如今的颠覆性力量 特斯拉的每一步都清晰地展现出其变革的基因 继Model X和Cybertruck之后 特斯拉的每一款车型都进一步确立了 其作为行业创新者的地位 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 是公司坚实的工程基础和以软件为先的战略 这让特斯拉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 截至2024年 特斯拉已经成长为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领跑者 其产品遍布超过50个国家 销量高达数百万辆 与此同时 其他传统汽车制造商 仍在努力推出他们的第一代电动汽车 而特斯拉在电池效率 自动驾驶软件以及大规模生产制造体系方面 已经领先了数年 许多人或许认为该公司已经达到了顶峰 正享受着其市场领先地位带来的优势 但事实并非如此 特斯拉不仅没有停滞不前 反而宣布了一项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举措 一种颠覆性的新型电机设计 有望彻底改变电动汽车领域的动力格局 在一次备受瞩目的媒体活动中 马斯克展示了特斯拉最新一代的电动机 其外壳采用了碳纤维材料 他宣称这是特斯拉迄今为止 制造出的效率最高 动力最强劲 结构最紧凑 且外观最精致的电动机 这项技术重新定义了电动汽车的动力总成系统 绝非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升级 这款新型电机为未来的车型如Roadster 2.0预留了无限的可能性 其设计无疑将证明 特斯拉不仅是潮流的引领者 更是潮流的定义者 它的转速突破了惊人的每分钟20 000转0-60英里非小时的加速时间 更是控制在2秒以内 其性能表现远远超出了行业的普遍预期 就在竞争对手们几乎要赶上老款特斯拉车型之际 这款革命性的产品再次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这为何如此重要 因为特斯拉早已超越了传统汽车制造商的范畴 成为推动技术变革的核心力量 这家曾经摇摇欲坠的初创企业 怀揣着看似天马行空的梦想 如今它已跻身于清洁能源革命中 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之列 从创业初期遭受无数嘲笑和质疑 到如今成为传统汽车制造商 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威胁 特斯拉成功地证明 有时颠覆性的思维 大胆的领导力和坚持不懈的创新 足以彻底扭转乾坤 随着这项最新的电机技术引发广泛关注 让我们重新审视电动汽车的竞争格局 这一次特斯拉不仅跑在最前面 更是在改写整个行业的规则 当其他品牌还在奋力追赶的时候 特斯拉却完成了迄今为止最大胆的突破 这不仅仅是速度上的飞跃 更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碳纤维包裹下的电机奥秘 特斯拉最新的工程奇迹 不仅仅是一套全新的动力系统 更是电动汽车创新领域的一个杰出典范 这项突破的核心在于 该公司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电动机 碳纤维包裹的PLAY的电机 这款电机专为追求极致的速度效率和耐久性而打造 以其最强劲的动力和最紧凑的结构 成为了特斯拉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里程碑 其卓越之处不仅体现在令人惊叹的性能数据上 更在于其核心部件的颠覆性设计 转子采用了高强度的碳纤维包裹技术 这绝非仅仅是营销噱头或宣传手段 而是一项高度实用且精密的升级 从根本上革新了电力传输的方式 传统的电动机转子通常由铜钢等材料制成 这些材料在多年的应用中表现尚可 但在极端转速下会面临严重的挑战 主要是热膨胀和机械硬力问题 是通过碳纤维套筒来强化转子的结构 从而在高强度的运行条件下 实现强度和稳定性的双重提升 特斯拉的解决方案 是通过碳纤维套筒加固转子结构 这不仅显著提高了强度 还能在严苛的运行条件下保持其稳定性 碳纤维包裹时的转子能够以超过每分钟 20000转rpm的速度运转 这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电动汽车电机的标准 转速的提升直接转化为更强劲的加速性能 车型能够在短短两秒内完成0-60英里非小时的加速 这样的成就以往只有超级跑车才能企及 这项技术所考虑的远不止速度本身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碳纤维材料的超轻特性 这有效地降低了电机的整体质量 这种轻量化带来的好处是能够提升能量效率 并优化车辆的重量分布 从而增强续航里程和车辆的操控响应性 由于驱动轻量化转子所需的能量更少 转子能够实现更迅猛的加速性能 同时避免过度消耗电池电力 这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性能提升与效率优化得以同步实现 本质上这意味着所有部件不仅运行速度超越以往 能耗也更低 同时在极端力的作用下 仍然能够保持结构的完整性 该设计的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卓越的抗热应变能力 在传统的电机中 热膨胀会导致部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形或烈化 克斯拉的碳纤维包裹层在冷却时会压缩转子 形成愈加载的张力 这使得转子即使在极高的转速和温度下 也能牢固的固定 有效抵御离心力的影响 这赋予了电机极强的抗冲击性 尤其能够应对高速行驶带来的严苛挑战 这类创新使得特斯拉能够在不牺牲耐久性的前提下 进一步提升性能 这对于那些既追求可靠性又渴望驾驶机型的电动汽车用户来说至关重要 其价值远不止于强度 真正的精妙之处在于这款电机的精密工程结构 用碳纤维包裹转子看似简单 实则需要达到微米级的公差 即使是微小的偏差也可能破坏电机的平衡 或者由于碳纤维与金属的热膨胀系数不同而导致灾难性的故障 特斯拉开发了定制的AI机器人系统 以实现MM级精度的包裹工艺 内部定制设计的设备能够将每个转子维持在行业最严苛的公差范围内 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潜在的故障风险并提升性能表现所有这些创新技术的协同作用 使得特斯拉的PLED电机不仅是技术上的一次精进 更是一次定义变革的飞跃 重新定义了电动汽车设计的可能性 边界Model S Plaid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们预计这项创新设计将扩展到特斯拉的其他车型以及潜在的应用领域 并有望树立所有汽车制造商都必须努力追赶的行业新标杆 然而在这场竞争中特斯拉并非追赶者而是绝对的领跑者 其他品牌甚至可能还未预见到这一趋势 如今正竭尽全力追赶以求保住自己的市场地位 竞争对手为何面临生存危机 当特斯拉持续突破电动汽车技术的界限时 其竞争对手正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们可能已经落后太多 Lucid Rivian和福特等品牌在电动汽车领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推出了兼具高性能和创新功能的优秀车型 但是随着特斯拉碳纤维包裹的PLED电机的亮相 整个竞争格局已经被彻底改写 这款电机不仅仅是对现有技术的微小改进 而是一次重大的飞跃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汽车制造商 仍然依赖于较为传统的电机架构 特别是永磁同步电机PMSM 这种电机在性能的极限状态下 会显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 PMSM凭借其在低至中速区间的高效率和扭矩输出 无疑已经成为行业的标准配置 尤其适用于电动汽车 然而这类电机在高转速和持续高热负荷的情况下 常常会出现效率和可靠性的下降 特斯拉的转子碳纤维包裹技术 正是在此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 它能够承受更高的温度和转速 而不会损害其结构完整性 这使得特斯拉的电动汽车性能 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对于Model S Plaid等车型而言 这意味着更优异的加速性能 更好的热稳定性和更长的单次充电续航里程 这些优势正是其他制造商难以企及的关键领域 PLED电机不仅超越了传统的设计 更彻底消除了传统设计的固有弱点 它使得特斯拉占据了一个难以被复制的技术制高点 模仿之路需要通过特斯拉公司开源的专利技术 但这并不意味着模仿的成本会很低廉 碳纤维包裤工艺需要极高的精密度和定制化的机器人系统 而这正是大多数汽车企业所不具备的 使得他们难以复制这种生产流程 所应用的碳纤维包裤层 必须精确的分配张力和对齐度 以确保在高速硬力的作用下 不会导致电机失效 竞争对手可能获得了食谱 却没有烹饪工具 如果没有那套特定的机械设备及其控制软件 他们将永远无法制作出同样的美味佳肴 不仅仅是电机本身 特斯拉耗费了十余年的时间 构建了一个完全整合的生态系统 超级工厂电池供应链 自主研发的软件 以及垂直整合的体系 这些都大幅降低了成本并提升了效率 传统的汽车制造商 仍在努力整合其陈旧的系统 并提高电池的生产能力 通常还依赖于第三方供应商 这种低效率导致性能和价格差距的持续扩大 因此即便其他竞争者 能够逆向工程出特斯拉的碳纤维转子 大规模生产和性能方面的障碍依然存在 这让传统的汽车企业和新兴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都处境艰难 他们所面临的性能基准 正在变得更快 更智能 更卓越 尽管Lucid和Rivian展现出了不俗的创新能力 但在生产规模和电机精密制造方面 两者都远未达到特斯拉的水平 福特和通用汽车在电动汽车领域 投入了巨额资金 却面临着续航焦虑 软件开发滞后 以及电池采购等诸多挑战 随着特斯拉PLAID电机的推出 竞争格局已经彻底改变 福特和通用虽然在电动车领域投入巨大 却深陷续航焦虑 软件开发滞后 及电池供应链的困境 随着特斯拉PLAID电机的问世 其在各个维度都将竞争推向了新的高度 其他玩家几乎只剩下适应或被淘汰的选择 然而 引擎盖下的技术仅仅是冰山一角 因为这款电机的制造方式同样令人震惊 特斯拉毫不隐瞒的秘密技术 在科技巨头们严密守护其创新成果的时代 特斯拉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 公开了包括革命性的PLAID电机在内的核心专利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 像碳纤维包裹钻子这样的革命性工程技术 本应该被锁在保险库里 受到严密的法律团队和旨在击败竞争对手的专利保护 但埃隆马斯克的做法截然不同 他决定将特斯拉的专利开源 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更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挑战 这等于公开宣告 未来在此 祝你们好运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获取蓝图并不意味着能够复制成果 特斯拉电机的精妙之处 不仅在于其创意本身 更在于其具体的执行过程 用碳纤维包裹高速钻子 并非简单地将纤维粘合或缠绕在核心上 碳纤维与铜钢等金属 在高温下的膨胀率差异巨大 如果处理不当 发的AI引导式机器人缠绕系统攻克了这一难题 这些设备能够以微米级的精度施加纤维层 确保转子在极端高温和离心力的作用下 仍然能够保持完美的平衡和稳固 正是这种硬件 软件和材料科学的完美融合 铸就了特斯拉的非凡成就 以微米级的精度完成纤维缠绕 确保转子在高温与离心力作用下 仍保持完美的平衡与稳固 正是这种硬件 软件与材料科学的融合 成就了特斯拉的独特优势 特斯拉的生产工艺包含了缠绕过程中的精密张力控制 以及后续的结构完整性验证 冷却的探套管通过与核心的协同作用 为转子提供预警力 共同抵御超过20000转每分钟所产生的巨大周边力 若缺乏特斯拉专属的机械设备 软件校准以及全面的材料测试 该工艺的大规模生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本质上即便整个行业都掌握了技术说明 特斯拉却没有提供制造的工具 既没有特定的烤箱也没有相应的原材料 因此尽管专利可以免费获取 但按照特斯拉的规格制造Plaid电机的专有技术 仍然处于封闭状态 此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双重性 首先它将特斯拉塑造成为一个思想领袖 既倡导开放式创新 又加速了电动汽车的主流化进程 然而其次该策略巧妙地揭示了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 那些想要与特斯拉竞争的企业现在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 自主研发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和封装系统 即便如此 他们在试图达到特斯拉级别的精度和集成度时 仍然将面临巨大的障碍 这使得特斯拉在这些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方面拥有了巨大的领先优势 不仅作为创新者 更是未来几代电动汽车性能的守门人 此外由于特斯拉垂直整合的生产链 其电机技术完全融入了其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中 电池管理系统、自主驾驶软件以及人工智能 都经过协同优化以实现最佳性能 不存在第三方供应商的依赖 也无需承受外部服务带来的延迟 这种高度的协同性在汽车行业中极为罕见 并且极难被复制 即便其他汽车企业成功开发出与特斯拉类似的电机 他们仍然需要重构整个车辆架构 才能达到与特斯拉同等的效率、响应速度和整体性能 如今掌握了这项核心技术之后 特斯拉的目光已经超越了汽车领域 瞄准了更为宏伟的目标 危机中的行业 特斯拉最新的工程壮举 碳纤维包裹的Ply的电机 不仅是汽车性能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更是通往更广泛技术革命的一扇大门 当大多数汽车制造商仍在努力适应电动汽车的基础技术时 埃隆·马斯克已经明确表示 特斯拉的雄心远不止于电动 汽车本身在新型电机的发布会上 马斯克暗示这款结构紧凑高效且高转速的机械装置 未来还可以应用于航空 可再生能源以及工业动力系统等多个领域 凭借其卓越的功率重量比 耐热性以及高度的可扩展性 该电机或许能够突破传统认知中 被认为是电动机难以胜任的应用领域 以航空领域为例 电动飞行长期以来都受到推进系统重量和能量密度限制的制约 但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裹转子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其轻量化的结构和高转速的特性 使其成为电动垂直起降Evato飞机 无人机乃至区域客机的理想动力选择 尽管马斯克并未透露具体的细节 但他所传递的信息已经十分明确 如果特斯拉能够实现该电机的大规模量产 它将成为新一代电动航空的基础组件 提供静音且高效的动力 同时避免早期原型机所饱受困扰的笨重体积和过热问题 除了航空领域 该电机的效率和耐久性或许还将颠覆大规模能源传输和储存领域 马斯克指出 依托特斯拉强大的制造能力 借助其遍布全球的超级工厂网络 不仅能够为车辆生产电机 还能为工业系统电网级的电力转换器 乃至锋利涡轮机制造电机 该电机凭借其紧凑的体积和极高的耐受性 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持续运行 这对于基础设施的应用至关重要 特斯拉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制造商 它正将自己定位为清洁能源经济的关键硬件支柱 其他制造商或许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尤其是福特和通用汽车 他们在电动汽车生产过程中 需要应对供应链问题和盈利压力 尽管Lucid和Rivian在技术层面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但两者在生产规模垂直整合能力 以及多元化的产品路线图方面 都无法与特斯拉相辟敌 特斯拉的优势已经不仅仅在于性能 更在于其广泛的业务覆盖范围 特斯拉似乎正在涉足后化石燃料时代的 每一个重要领域 太阳能电池板 电池储能 自动驾驶AI 以及能源管理软件 高效电动机市场的扩张 足以让任何强大的竞争对手都黯然失色 随着Rodster 2.0车型的推进 它不仅可能成为采用Plat电机的终极测试平台 更将成为提升该技术性能的试验田 这款车型有望突破电动汽车 在速度和功率方面的现有极限 随着Rodster 2.0车型与特斯拉共同进化 它可能成为终极的测试平台 不仅搭载Plat电机 更将提升其性能极限 这款车型有望突破电动汽车 在速度动力与操控方面的边界 从而为整个特斯拉品牌创造强大的光环效应 但更重要的是 它将真正展现这项全新电机技术 在零妥协的车辆平台上的极致潜力 这不仅仅关乎打造一辆急速跑车 更在于树立电动推进技术的新标杆 竞争对手必须努力追随 否则将被时代无情的淘汰 如果您觉得本文对您有所启发 请点击点赞按钮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深度解析 同时欢迎观看我们的下期视频 我们将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您探索 下期再见